今天給大家帶來的是一根 我發現最近幾期我會開始做很多就這類像上一集的那個萬寶龍1912的那種就這類的我們我叫他做那個Prototype就是手斑筆哈啊就是你懂的 然後因為我發現我有時候我挺想對比一下他們的質量品工是怎麼樣的如果ok的而且這根筆你剛好不是特別喜歡的對吧就我覺得就其實買回來試一試玩玩也是無妨 就是滿足自己的一個過癮嘛就是吧嗯然後再下來你有時候也可以去別的店那個對吧 看看真的那根筆對吧然後看一下尺寸怎麼樣反過過說已經好了唄 畢竟常用的筆也就那麼幾根 然後今天講的這根筆呢是叫那個Delike Delike 或者叫Delike Delike 都行吧 然後這個哇好緊這個然後就這樣子一個外面的紙套然後一個鐵盒包裝哇有點緊 好然後這個啊反正這包裝真的是還不如是直接整個銀色的噴的這個藍色好像更醜了我覺得嗯 然後什麼嘉慶什麼公司啊你們自己看吧停著啊然後再下來就啊這個盒子的質量對的還不直接就這樣這樣子我覺得好像這樣子對那這樣子好像還好看一點對吧 那不是很重要啊 然後好下來啊筆就出現了對有哎下面應該什麼都沒有了哈應該什麼都沒有ok好 哇這味道啊跟上次那個英雄的三五九一樣這個漆的味道哇有點有點那個 呃那個反正有有對卡外口的筆有了解過的朋友都知道呃卡外口筆一定是這樣子的呃就就肯定是前面這一段這個總神他的是非常小的 哎你看哎可以裝那個常規的西姆希爾對的對的 然後這個啊先不要先不知道那麼多啊我們先這樣子轉進去一下先 呃正常先給大家兩個的尺寸的對跟哪個很像呢你們都知道啊 呃時間這樣子長度 11.5 11.5的時候呃就這個總長度 然後那個筆尖打開的時候呢就是 11 啊好吧跟我喜歡的13差距有點遠 嗯呃裡面給大家看看吧裡面的話就是 ok 對這正常的空心呢就一個黃銅鑅在裡面啊 呃黃銅鑒對吧裡 CDC還有個套這樣子 嗯頂端就是一個小節嗎對吧 那这个应该是可以拆的 如果是一样的话 果然,而且还有个印 不知道看得清不清楚 还有个印子在这里 然后这个的话 我看一下怎么装进去 好像不太有装进去这个东西 怎么装进去 我忘了,可以可以 我对不准 OK 嗯哼 好吧,还要对准这里 行了行了,不管它,等会再算 这个笔 首先,我现在这个距离 我现在这个距离 我也能闻到一点点,但不是很浓 而是那个 这个笔就是 可能是它金属烤漆的味道吧 金属漆的那个味道 因为里面你能看到它其实这根笔 这边,其实重量感还是有的 然后你看到它的一个 我看一下怎么找清楚 对 你看到其实都是金属 这根笔毫无疑问是金属的 但是可能没法 因为我上网买一些颜色,我有点失望 我刚刚打开的时候 我以为它是跟卡维火焰 就是靠着原材料本身的颜色 然后就直接就是 我一拿回来就黄铜色 它就真的整个是黄铜做的 结果这个不是,是我个金属漆 然后你这一看 其实也挺多这种瑕疵 我觉得有这个地方 但是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这个是圆 为什么就是为装这个新墨器 你看到,其实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尺寸压缩的很明显 那这样子就变成你可以用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新墨器 不知道是不是白金的 哇,这手感 很松动那种感觉 就是不像那一根 因为新墨器我最喜欢是Waterman的那一种 就是说,但是它出墨 会比较节制一点 但相对来讲会比较 就是说很顺 而且那个很紧 不像这个又松 好像齿轮美对准那种感觉 呃,对 相对来讲这个效果是一半 然后还有这些什么吊漆也什么 我不知道这些是 这些有些是什么键我不太确定 但是,哎,哇,这个反而挺 插进去反而挺紧的 笔尖的话是EF键的 它上面这个 然后我要拿无印的 来给你们一个试一下对比一下 这样子 嗯,然后这个的话 笔尖对比一下 反正就也是小型笔尖吧 对吧,基本上都是小小的 跟无印的这个一样 无印的小笔尖我发现还是挺给力的 很多小笔基本上都用这个 然后 这里有一些粗糙的一些地方嘛 能看得到 然后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弄掉 哦,还是说它本身里面塑料 这个 看不清楚 这个肯定是塑料了 但这根笔说实话 摸起来没有金属那种感觉 就太滑了 很滑 真的滑的比脸还滑 真不知道怎么形容 呃,这个 我先细一下墨吧 不好意思 这个的话 反正比整个把玩效果也是有 因为短笔 我个人来讲 更多是给我感觉 感觉是什么 把玩性质 然后呀 我把那个给指 啊,这个比比较长 啊,这里面终于能看到吸墨了 是不是很开心 嗯 OK OK 也是有网友告诉我 我说WATAMAK这样用 我才想想啊,可以这么吸墨 啊,但这个手感真的很不好 这个,然后吸墨的时候 咦,怎么没吸到了 好的,我再推进去一点 嗯,这个姿势比较难吸 说实话 哎,可以了,可以了,看到了 看到了,冷吸上来了 然后一样 等会我会把那个 给插一插 放下拍完视频的话 哎呀 OK 好,然后就把这个先放一边一样 放下来以后是这样子 哎 把这个扭扭转转 给大家试写一下 嗯,还好说没什么味道 我个人来讲,我对黄冬笔其实有点感冒 为什么那一个 呃,是这样子 呃,黄冬笔的话 因为我之前 买过一支是这样子的 用完以后 因为我手汗本身也比较多 然后用过以后 手就有味道了 就是有那种金属生气的味道 所以我后来以后发誓 我不再买黄冬笔 是因为我买过一支是这样子的 然后之前听说我有个朋友 买Caveco他的时候有这个问题 然后呢,就 后来我就发现 嗯,不能再买黄冬笔 虽然金色我很喜欢 但我觉得还是买镀金的 呃,然后这个的话 首先手拿上去的时候 能看到,哎呀 他反而就是为了匹配本身的欧标 欧标新墨器 我不确定是不是欧标的这个 呃,但是那个 你本身有新墨器 我估计你也不会买一个新墨器去换 呃,要的我再给你们试吧 啊,然后这个反而他是可以垫上去 就刚刚好可以垫上去这个 呃,反而就掉过来,对吧 对吧,好像是叫 呃,我记得这根笔是叫阿,什么阿尔法还是什么的 嗯,然后写上去 呃,一般把书写感说就是 不滑,呃,瓜子也不算瓜子 EF间,呃,因为EF间有点小瓜是在所拉面的 特别你买拉面EF的话 你明显就感觉到他是非常瓜子的 嗯,但是呃,出息度还是可以的 反正就是说,呃,现在的干笔嘛 你要追求书写感受 我觉得书写感受没必要太追求 为什么都能写 只是说看你要求到哪了 就是现在买东西的话就这样子 不是I need it,是I want it 对吧,呃,那这个比方 反而但是他有了Carrigo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不用这个东西 如果你买正版的那个的话 就我这样进去了嘛 你就必须要有这个东西 然后我这样子靠着,对吧 插得起来 但是因为现在多了这个 也可以这么写 而且比较轻 然后这个的话 但是他也比较长 就是说你Carrigo的时候 你看我是整根就到这里了,对吧 其实如果是本身Carrigo 其实不用,可能就这里再多一点点而已 就差不多了 因为他本身多了这个顶 所以说就差别在这里 另外的话我觉得其他都还好 但是没有那种原材料的那种触感的话 我觉得还是这根笔的整体效果就差很多了 但是写或者玩这样子我放在手里玩 还是OK啊 就是这样子放着放着 但是没有那种温度感 没有那种冰冷的感觉 或者金属那种厚实感厚重感 就给了感觉就是 也有时候可能会去拿一根笔去故意去摧残它 或什么的 就把玩嘛 呃 但是就不像预期那种温柔的把玩 肯定是粗俗的把玩 呃 或者就是比较粗暴一点的 那我觉得就这根笔可能是 呃 不太适合就是一个路用 而且毕竟 偏的笔有一个问题 你看到他本身也不是对准的 我现在看到本身也不对 我现在趁现在换了一下 你看好有个印在这里 也就是说本身的装能工装备的时候 就没有打算对准过这样子 我不知道他本身是这样子装的 还是说是这样子 是把这个盖子 我估计不会盖着了 然后就反正就 啊也不管它了 反正就这样子呗 呃所以说这根笔 反正 嗯 呃我顺便拿文印的给你们试一下 一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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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样 呃出息 你看到 无印的F 然后他这个是F 所以说呃 这么多的笔件 暂时来讲 那个Smith的一个笔件 我是非常满意 很多台湾的笔 我记得都是 就手工笔吧 都是用他的这个笔件 所以他等 暂时来讲 他的品质 我觉得还是比杠杠的 我最相信还是他的品质这样子 呃然后这根笔的话 大概今天评测就到这里 反正就是这个是烤漆 用久了 没有那种温度感 呃 但是他价格也不是很贵 我买回来的时候 也就那个70人民币左右 然后就是90港币 呃然后 那个台币的话 应该是 呃 280台币左右吧 差不多这个价格 嗯 如果你说你把完了 你硬要难 那个就是 嗯 我上一期那个英雄的那一个 的话 我觉得就 那个价格反差好几倍了 你们自己考量吧 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好 那一个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呃有什么问题 下面留言给我 然后我再给你们做一个 视频 这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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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